第三十题,已知某种彩卷投奖开奖的方式是,在每一颗球被取到几率相等的情况之下,从42颗分别标记1号到42号球里面,依照取后不放回,不可能抽到相同的意思。 取出不同的六个球,这六个球所代表的号码就是投奖,各奖项奖金分配的方式依照右边这个比例。 请问你,这个是一个题组,第一小题要问的是,已经开出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,已经开出5个号码,下一球开出06的几率多少呢? 全部42颗球,因为它取后不放回,已经开出5颗,也就是说呢,这个带子里面呢,还剩下37颗球,那37颗球取出其中一个06的几率是多少? 那就是37分之1,所以很清楚的这一题答案选B这个选项。